从你一进穆家 你就没安好心 没想到苏家人胆子居然这么大 竟然安排一个叶总会小姐 来搅混穆家的水 你现在马上就从这滚出去 各位 现在不是封建时期 包凭几张照片 就能给我定罪或喝张手 其实你们根本不在乎我是 你们想看到的 不过就是让穆家乌烟瘴气 还有机会分一杯羹吧 我是警人的棋 没有木警员的命令 我哪都不会去 现货 你还想死皮赖连累在穆家多久啊 保安 保安哪 给他给我赶出去 这位小姐 我劝你还是离开穆家吧 事情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在嘴硬什么 林总啊 有必是你脾气好 要我说啊 要叫保安把他把他扮办死 再找徒师用他的罪 让他老虎坐穿 毕竟都是女人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保安 快来把他扮演赶出去 不怕谁敢动 难道那天晚上的那个男人 真的是木警员 木少 你不是站不起来吗 这件事是唐晓琳告诉你 我早就知道他是个蠢子 但没想到蠢子 连冬奖都要干 我不过是休养了一段时间 你们就想着兴风起浪 是不是忘了 海城的精神硬漫 还长得在我们身上 木 木少 木少 你也看到了 他根本就不是苏家的小姐 他就是营业总会做财的 黄总 你家老爷子把公司交给你 是让你扫高贴 不是让你在这扔名货币 木少 现在证据都摆在眼前了 你还要相信眼前这个女人吗 她就是个彻头彻底的骗子 张雨貌 我记得 你不提降风是打不灭我的梯子 还想让木少相信我 可惜啊 你的这块鞋打得太差 是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秘密牵涉那个坏女人 果然是她 用黑客AI技术 合成了很多照片 准备要陷害你 妈妈 我要不要去黑了他们的系统 让他们公司的网络都陷入瘫痪 暂时不用 我倒要看见张雨貌 被地理贼玩什么大事 再将近就近 说说阿姨们 那个坏女人满嘴都是谎言 那些照片都是AF成的 不是你不看 你这个四小孩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分明是你在捣鬼 你还敢狡辩 有找到那个顶地黑客尘埃了吗 抱歉 姜小姐 尘埃她 她行踪诡异 我们根本就追踪不到她呀 一群废 去 给我多找几个黑客来 那个贱女人的身份 美装成叶总会投拍小姐 再多合成几张陪酒照片 给我找最好的黑客 尽量做的不留痕迹 好多钱小姐 姜雨貌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确实不知道雨貌做这些事情 很抱歉 是我管家无方 妈 你给他们道什么钱 这件事情就是我做的 又能怎么样 我就是恨你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要杀药狗 您随便 张女士 麻烦帮我寄讨一份律师函 我要告个江市集团 倾家动草一举 至于在座的所有人 如果再让我听到 有关于我妻子的婚姻公里 别怪我没有提前 给你打个招 你摸过没有 牧警员 你真站起来了 还是说 你之前都是装的 之前呢 我的腿呢 确实挺不变 不过 说会了你的感情 今天晚上 真的是你 是 自从那一样之后呢 我就突然飞着本警署了 不过呢 我本来打算想 就比较嫌高了 但是我就听到了 这样一个暗门老鼠的教训 所以说就 赶紧接受你了 好啊 你莫警员 我千算万算都没算到你 早就好了 你这个王八蛋 好了 管别哭了 我这不跑起来了吗 你刚才嘴边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再没过 我是气的 全赖你 好了好了 你早就知道了吧 也不是苏星飞飞 你还会不会让我做 你让我带你走吗 我不管 你还是个职务人的服务 我嫁给你 给你当牛做麻洗一头饭 现在好了 我就出一乡婆婆了 我才不会傻到把你让给别的女人 沐警员 你听好了 我叫沈南雪 我是沈延平的女儿 原来沈延平就是你的父亲 你对他了解这么深 果然有精致 不过 我不管你却苏星钱 还是沈南雪也罢了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沐警员 明镜言顺的妻子 沐警员 谢谢你 甜甜妹妹 妈妈和那个冰块里 你在干什么呢 嘘 小声点 沐妹妹 你就是在产面爱一门 马上能见到弟弟妹妹了 甜甜童童 你们进来吧 警员 这就是我和你说的甜甜的同学罗子童 他就是海中顶级黑客 尘埃 冰块连我们见过的 我也记得你 半年前 你黑见我们牧师集团的防火墙 差点进入我们的系统 把差点两个字去掉 不是我进不去 是我不想去 直到后来你约我出去吃饭 我才知道 原来呀 你就是个五岁多大的小屁孩 谁是小屁孩 你个冰块的 你不知道我妈妈看上你什么了 沈南雪 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好大人 这件事说来话长 每晚上我妈妈跟你解释 彤彤乖 这是甜甜的爸爸 以后啊就是你的爸爸了 对爸爸可要礼貌哦 天天天摆出一副冰块的 我才不要叫他爸 巧了 我还不想有你这么一个人 好了 多大个人了 还跟小孩子耍幼稚 我来找我 我来找钱 哎 梦 你给我冷静一点 我冷静不了 这个奸活在 我们做的那些实验 只是抱不住过的 我真的受不了了 妈 我们去自首啊 好 终起宽大处理 对 我去就走 现在就去 至少不用做一辈子了 我冷静一下 昂姓 你们还有机会 我刚才调查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五年前 沐景渊在繁星酒店和一个女人有过疫情 后来 他注射获失忆了 那就是我安排流流汗 藏起沈南雪的酒店吗 他们 难道说 和沐景渊发生疫情的 就是沈南雪 那他的女儿 不就是沐景渊的女儿了吗 怎么办怎么办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家那就彻底完蛋了 你先听我说 当初你给沈南雪下了药 沈南雪还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而沐景渊又失利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去办这件事 相信妈 妈绝对不会让沈南雪那个贱人搞垮江家的 你是说 江家害了你们家所有人 你还有个儿子也被他们害死了 是 李雨昕曾经以做慈善的方式开了一家福利院 表面上是接受孤儿 其实是用他们做秘密人体实验 这些话你有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除了真正的苏清浅 也只有你知道了 那你现在要掌握到什么证据 彤彤也是从那家福利院出来的 我让彤彤暗中调查了很久 可惜证据被销毁得太干净 目前还没有掌握到关键性线索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你不要去女王栋 交给我来出 江雨梦其实也是个傀儡 最有诚服的是她的妈妈林雨昕 我担心她会对你做出不力的事 好了老婆 出什么事我都给你担着 别怕了 今天天气也不到了 赶快去休息吧 明天咱们不常要去送天天上学 好了 快睡 明早上再来一起送天天 少爷 少爷 不好了 为了免来的个女人 还带着个孩子 来到咱们家上说 说什么好棒